嗯 两个小话不多 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家好 我是胖猴子 老兄们 上两年在网上看到一个猪肉卷 感觉非常棒 今天啊 咱们也给它一比一复刻一个 废话不多说 咱们开整 哇 老兄们看 我准备这块猪肉 先给它修一下边 把这两边给它去掉 把它修整形 从中间 喝 拉的不是很均匀 老兄们 凑什么 然后咱们现在先给这个猪肉改上十字花刀 撒盐 撒盐 触摸均匀 加入黑胡椒 触摸均匀 咱们再来个烧口料 孜然粉 辣椒粉 芝麻 手浑香 白里香 白里香 迷迭香 把挺好的烧口料啊 咱们撒到肉上 我把它卷成卷 我把它卷成卷儿 咱们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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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 咱们 咱们肉就绑好了 然后在肉上面咱们 打点车眼 表面咱们撒点盐 好 老兄们 上下火啊 咱们给它跑三个半小时 谢谢那个啊 好了 你们出锅喽 哇塞 哇塞 哇 哇塞 哇塞 火有点大 哇塞 都炒 炒黑了 火有点太大了 然后咱们把这个 锅子这个给它刮掉 我已经泡不及待了 了下来 咱们先 现在先拉一块 再切一块 哇塞 我给你们你看 看里边 温度还很高 你看了吗 里边温度还很高 你看了吗 你看了吗 哇塞 我空空暴 再来一块 在这 哇 这有点像那种油炸 我看了 你们这儿 有弄啊 有点像油炸 哇塞 尔虧 尔虚 尔虚 我给你们看 这个这里边这个油脂啊 都已经烤酥了 哇 起飞了 哇 太饱了 真的是太脆了 哇 你腿子吃什么好吃的 脆吧 脆 我这个口味其实相当好吃 有点 snaps 香脆脆 嗯 大橙子都流口水了 哇塞真的是香啊 不是一般的香啊 这脾气是真好吃 脆皮 这脾气是很爽的 我比吃活的肉还过瘾呢 我就想吃这皮 这条肉都可以 嗯 嗯 拉一点 哦 哇 这个什么啊 这个肉啊 到嘴里后啊 瞬间就化了 你根本就不用咀嚼 然后呢 这个调料的味道啊 充分的散发出来 而且哎呀 特别特别棒这个味道 太香了 顶不住 哎呀 啊 来吧 瞬子 你来一块 我咱那块太瘦了 真的瘦了 肥的不行 我来一块肥的不行 我来一块肥的 来 来 吃不下 硬嘴 化了 哦 还挺瘦 没啥肥的 哈哈 哈哈 哇 真棒 吃一口吃一口 呀 对 又聪了 呀 一会儿啊 你主力啊 你你你你你你弄弄弄了 哈哈哈哈 好了 好了 五花肉卷啊 做的其实啊 还算成功 那就是咱们表面 火候掌握不好 因为给人每个每家每户的烤箱啊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今天咱们烤的 火烧有点大 但是呢 嗯 总的来说 味道是没有问题的 非常成功 嗯 老铁门也可以在家里尝试一下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记得转发评论关注哦 再见 人很话不多 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家好 我是胖猴子 哎呀 好长时间没有吃猪皮了 嗯 然后今天我去找事的时候正好看有卖猪皮的 看着挺好 嗯 都是机器处理的 挺干净 所以说我就忍不住 买它 就买了一点 哎 九斤多 哎 花多少钱我忘了 哈哈哈哈 因为那时候直播我也没 我也没走心 我光跟 光光跟老姐们回复了 然后当时在直播买了 买了 买了的时候一定是九斤多 我记得是 嗯 那么今天咱们做一个什么呢 今天做一个麻辣猪皮 肯定非常好吃 走 咱们去看看怎么做 噴枪有点坏了 咱们先把猪毛 秒一下 它这个挺干净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毛了 已经 把烫好个猪皮啊 咱们放到锅中 加入去腥三天克 葱姜 尿酒 把猪皮啊 把猪皮啊 咱们放到针板上 花掉多余的油脂 咱把猪皮啊卷起来 哇 哇塞 这个太大了 我转上两个吧 嗯 用水把它捆上了 太烫了 嗯 起锅 烧油 油热以后 加入葱姜 辣椒 八角香叶 桂皮 麻椒 炒香 小火炒香啊 炒出香味以后 加入皮线豆瓣酱 然后咱们给它炒出红油 炒出红油以后 加入火锅底料 咱们增一下香 等炒出火锅底料的香味以后啊 咱们加入啤酒 两瓶儿 两瓶儿啊 然后咱们加入老抽 生抽 蚝油 盐 白糖 胡椒粉 胡椒粉 把猪皮下入锅中 我又加了一点水 然后啊 刚才是有点少 这会儿 差不多吧 然后这个 一会儿咱们 先浇点汤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翻动翻动一会儿 锅开以后转小火 咱们炖上了四十分钟 现在已经炖了半个小时了 然后咱们大火收针 出锅喽 哇 哇 哇 这汤汁也特别粘稠 吃饭 你不觉得它还不太好 吃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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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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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